Hello 大家好 我是羅冠聰 今天有時間開Live 其實就是想呼籲大家 去參與游民陣舉辦在特首辦行去中聯辦的遊行 先說回今天發生什麼事 其實在今天立法會 今天是第四次開大會 也是梁重恆和尤惠貞他們的宣誓是未處理的大會 今天大會其實是處理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劉小麗宣誓 劉小麗兩軍艦確認了劉小麗宣誓有效 都可以叫做很多朋友都放下心頭大石 因為早前也有人說是JL劉小麗的議員資格 也有建制派說想拉他下水 令到他的議員資格遲遲都不能夠確認 並且可能要求人大頒布釋法 令到他失去的議席 至少現在來說他的狀態也算是穩定 大家也在某程度上放下心頭大石 第二件事就是有一個專責委員會 成立了去調查梁正英的五千萬UGL收售款項問題 大家都知道由上任開始梁正英的受賄醜聞都一直纏繞著 今次開了專責委員會 代表立法會會有一個委員會會討論 但這也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看能不能夠在委員會上 申請用到權力及特權法 可以調查這件事件 因為你成立了專責委員會 假如你沒有一個權力及特權法 其實這個委員會是不能夠用他的權力去照一些證人上去的庭道 或上去委員會作供 對於他的調查能力其實是大打自苟 但這個PNP的特權法也是需要其他議員去支持 所以這件事我們也會繼續去做 今天的會議會開到議程之後 其實梁正英和游偉晶進入大廳 嘗試完成宣誓 因為根據議事規則 任何一個議員 你只要舉手要宣誓 其實不需要事先通知 他也可以在任何議程中間做這件事 所以梁正英和游偉晶今天在開會的時候 進入議事廳 不過梁君彥拒絕幫他們監製 而他們倆的確都在議事堂裡完整地讀了他的誓詞 所以大家都必須要記住 在今次的宣誓當中 他們倆願意成份誓詞都讀完 不加任何東西 不加任何花神 而根據法庭在裁決臨時禁制令當時的判詞 和梁君彥收到立法會 法律顧問他給的意見 都是覺得他應該要遇上 給他兩位去做宣誓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整個局面 就是建制派運用他自己的政治壓力 令到梁君彥無視法庭給他的advise 無視法律顧問給他的意見 是強行抽起這兩位議員的宣誓程序 而這個是不符合議事規則 這一點大家必須要記住在路裡 之後就一輪風波休會 而今天的議程就完結了 這個是今天發生的事情 但是近幾天也有另一件更加令人擔憂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政府他說有可能 梁振英說有可能 或者不排除這個可能 就是提請人大釋法去解決現在的問題 人大釋法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人大釋法大家想像成為 香港法治上面的一把圖刀 人大釋法其實就是 共產黨在香港基本法裡面安裝的後門 可以讓他任意去解釋 我們香港基本法裡面任何一條條文 過去有四次釋法 江果案的釋法是關乎到外交層面 以及都是經終審法院提請 你都可以說上算是合乎基本法裡面寫的程序 但是過去除了江果案以外三次釋法 你都可以說其實把刀已經在香港的頭上 在香港裡面斬了三次 那假如今次都拿去釋法的話 可能就是斬了第四次 就是斷送了香港的法治和制度 其實釋法大家也要明白 第一就是這個釋法 就是人大常委會做這個釋法 絕對是政治凌駕法律 是人治凌駕法治 因為在西方先進國家 其實釋法是一個司法機關獨有的權力 這個司法機關可能是最高法院 可能是中審法院 他就鑿法例上一些含糊的條文 或者憲法上一些含糊的條文 做一個澄清 從而更加好地協助他的判案 或者是協助其他事情去進行 但是在香港不一樣 香港這個基本法的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中國政府最高權力機關的上次機構 而他的委員長是誰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張德光 就是上次來香港封了灣仔幾天的張德光 很明顯是一個政治架構 而他做的決定全部都是政治決定 可惜而言之就是他們做的政治決定 是會凌駕於香港本地中審法院他們 所為這些法例詮釋的理解 有網友說的一件事很適合的 我覺得很貼切的形容 就是好像古代宮廷劇 在大理市審案審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個宦官衝進去 就是大艾性指導 然後就可以隨意更改判決結果 香港就是這樣了 而這個遞制制度 恰恰就是我們要面對現在人大釋法有的風險 而這個釋法是會決定著我們香港本身 兩個議員應該有的憲制權利 是有可能 即是假如他釋法的話 也是極大可能會被剝奪 這個是香港現在面對著相當大的危機 而人大釋法是一個很錯的決定 而現在的程序出現了很大問題 因為基本法第158條第3段寫明 這個人大釋法應該是要由中審法院去提請 而現在的狀況是 中審法院 他一聲都沒有出過 只有梁振英在那裡放風說 有機會會有人大釋法 而基本法委員的委員都已經是 飛了上去北京去談 其實是繞過了所有程序 然後中共單方面 假如未來有可能釋法的話 就是單方面去頒布這個人大釋法的決定 而這件事是完全違反了基本法158條所寫的程序 他無視了整個程序 這個決定也是保障不到香港本地市民 假如香港政府代替中審法院提請也是有效的 那你又叫梁振英去判案 梁振英去判案 我相信整個議會裡 九成民主派議員 都是被他判成街下囚 都是不會進去 所有他覺得眼中釘都一定會亂判 現在的狀況就是沒有理由是這樣 所以這個接近皇帝班的權力 這個帝制裏面的一個權力 就是恰恰在香港的基本法裏面寫到明 恰恰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狀況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嚴重性 你明白了嚴重性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過去兩個星期 其實我都很坦白地說 很難是在一些群眾運動去做到 甚至集會都相當少人來 可能大家不認同那兩位議員他們的言行 而我亦都跟很多人一樣 我都不認同他們的言行 但是現在竟然是要說到說用人大釋法 在香港法治頭上頸上一把刀 就快要斬下來 香港法治和制度都快要一刀斬斷 在這個時候大家還能夠忍受嗎 這也不是說那兩位議員他們的權力問題 而是香港整個制度我們要怎樣保障它 今天大律師公會也都出了一個很鄭重的聲明 平時大律師公會未必是會這麼鮮明地表達一個立場 但今次也是忍無可忍 就已經出了一個聲明就是強烈地去說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司法制度 司法獨立是會因為人大釋法而遭到嚴重的破壞 我也想可能放工的朋友 可能放學的朋友都理解現實就是現在的事件嚴重程度 就已經去到我們每一個要依賴司法制度去保護香港 依賴我們的制度去保護我們自由的人 都會受到威脅的狀態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參與遊行 為什麼這個遊行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我明白很多人都會對於出來遊行集會 可能是辛苦而懶或者覺得無用 但事實告訴大家就是民主運動永遠都是一步一步去 我們要有集會的遊行 慢慢一步一步才能夠升溫 有輿論壓力 上升到更加進取 甚至是公民抗民的行動 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因為以往的 你說一些傷心失望 而令到大家不敢踏出這一步 我相信現在的狀況危急到 我們必須要踏出這一步 這也是第一步 希望大家未來都要緊貼這個示範 還有今天至少你要去遊行 未來才能夠有其他的抗爭發生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段影片都能夠參與這個遊行 我們一起去跟中共說 其實我不容許你這樣干預 我們要捍衛我們的司法獨立 即使有人在他宣誓當中 做一些我們不認同的言行 但他們的權利和香港人的制度 都是我們必須要保護的 我希望等一會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在特首辦能夠見到大家 我們一起走到中聯辦 那些事物 我們會搭配 我們會不會燙市 我們會來看 CMV 我們會不會燙市 是否正面 再加一種試用